那刚刚讲到里面那个数据的部分 这个部分要特别讲一下 就是它里面的元素你可以去搜寻图表 那这些图表都是可以变动的 这稍微讲一下 就这些图表 事实上它是可以调整那个百分比 各位看到那指标会动 而且颜色可以调 颜色是可以调指标会动 这每一个图都是会动的 所以你给它不一样的数字 只要按了设定之后 图表马上统计图表都直接改掉 所以当我们要有一些量化的证据来表示的时候 不要再像我之前一样直接把那个数字贴出来 你就可以找一些类似这样的图表 那它会在元素元素里面 这里你直接找图表 找图表 那第一栏 第一个分类就会是全部的图表 你可以在这边去查 各式各样图表都有 这个就是那个人的比例 它里面其实它也可以换各种的比例 比如说火的 然后颜色什么都可以换 对不对 那它就很容易去具象化的去表示你要表示的东西 然后它也会还可以调整那个数量 数量等等 呈现的各个案的数量等等 所以这个就各位有机会再去试 那这个是单一个 单一个元件 那如果你想要有整体设计的感觉怎么办 像这个是整体设计的感觉 那你就要回到首页 你就首页里面的那个搜寻这边 你直接在这边做搜寻 图表 这边就会有范本是整体设计的感觉 这些有没有 这些整体设计的感觉 那里面有些 如果你觉得这个还找不到你要的 你可以换一个换一个词 比如说统计 如果你找到你要的 把这个东西打开 套用 自定格式 自定了之后呢 把这个直接复制 然后到你的图片去 到你的那个简报那边去 直接贴上就好 贴上Ctrl V 就会进来 那进来之后 你就一样可以拉大拉小 然后去调整这个数字 调整这每一个的图表的样子 好 所以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的好用 你可以把你的东西具象化 非常的棒 非常非常的有美感 非常的棒 好 那所以 它里面也有很多 各位最就是前一阵子远句客应该用的很多 那远句客用了很多那个JAMBO JAMBO各位应该也用的很多 对不对 好 那所以里面你也可以找那个学习单 找那个新制图 它会有一堆 一堆那种思考用的讨论的模板 你可以把它贴在那个 贴在那个JAMBO底下当底图 那各位不嫌弃的话 各位 那个在睡觉的可以醒来了 请各位扫描一下 请各位扫描一下到我的JAMBO去 来麻烦各位扫描一下 那KANVA本身 它本身就可以分享工作 所以老师如果你在班上要用的时候 你可以直接在KANVA里面直接分享去工作 也可以 那你也可以像我一样把它贴到JAMBO 请各位到JAMBO去 那我说明一下那个 要做什么 好 各位扫描了之后会到这一页 谢谢 已经有老师开始写了 好 非常感谢 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知识型 所以有一种学习单很好用 它叫333学习单 它分为三栏 我今天学到了什么 你可以简单的列一张关键字 或一个简单的内容 一句话两句话 然后我的想法 我的规划 就是 我因为学到了今天这个东西 那我觉得我在 我的日常生活或者工作上 我觉得我哪些可以改变的 我可以思考的哪些东西 我可以改变哪些东西 或者我有一个新的什么规划 然后最后你要怎么去行动 请各位在你的标签上面 请你新增一个标签 然后前面写一下名字 请各位写一下你的名字 然后再写你的内容 好 那请各位花五分钟帮我填一下简单的回馈 那我会从里面 我会从里面挑一两张 我觉得让我很有感觉的 我会送你我亲手烘的咖啡豆 但是我必须要看完这整个内容 然后我明天 会 应该是明天晚上以前 我会糟糕在我的脸书的页面 好我会叫你的名字 在我脸书的页面 所以你前面要写上你的名字 所以如果你写的让我很有感觉 或者是说你有给我一些很具体的建议 那我就会跟你要你的学校的地址 然后你的姓名电话 然后我会把我亲手烘的咖啡豆 会寄给你品尝 所以这是一个抽奖时间 好 请各位花一点点时间 稍微写一下 好 好 如果有老师还没有 扫到那个QR Code 我回到这一页 各位老师就麻烦帮我们填一下 那我先停在这边两分钟 请各位先帮我在Gembo里面